剛剛我們計算面面夾角 剛剛我們計算面面夾角 我們就計算了一個正常做法 如果你想用我們剛剛在概念中教的 面面夾角的公式去檢查答案 最主要是去檢查答案 因為這條用正常做法其實都比較簡單 如果你想檢查答案的話 我們要先去檢查三隻角 現在有一個35度給我們 然後我們也計算了這個斜面的這塊 我們要先計算水平避面的這塊 所以我們今天就欠水平避面的這隻角 我們就要嘗試計算出來 如果你要計算水平避面的這隻 就是a boy c的話 那你就應該要去找回ac的長度 和boy a的長度 所以我們就會有hc 我們可以在旁邊寫 這個就是我們作為宣傳 我們會有ac 應該是sqrt 我們的130的sqrt 再減回 我們今天的目標是ac 那有直角30 所以就應該在這條邊減這條邊 就是sqrt 那ha就會是84.884 我們在中間計算過的 那如果記得去檢查答案 就不像我這樣 我現在減輸了 就抹回給大家 那這個呢 就會是130的sqrt 就是減回84.884的sqrt sqrt 這個就是98.462 那我們計算到ha之後 那應該要先計算這個boy a 那因為這樣的話 我們就會有三邊一角 那你用cos rule就可以做到 那boy a的話 就會是boy hsqrt 就是147.99的sqrt 減回ha 即是84.884的sqrt 再sqrt 所以你就會出到是147.99的sqrt 減84.884的sqrt 再出到121.23的 那所以 我們今天的那隻cos angle aboy c 那應該等於是boy a的sqrt 再加boy c的sqrt 減回ac的sqrt 除以除boy a 再除boy c 那你會出到 angle abc 就會是 那我們代回這數 boy a 就是121.23的sqrt 再加boy c boy c 是210來的 減回ac 就是98.462的sqrt 除以 boy a 解釋 121.23 再解釋 boy c 121.23 解釋 所以 它減回 這樣的話我們就會有cos theta 即是面面格角 會背這條公式的話 cos 35度-cos 15.343度cos 那隻是C√H 即是part B1的答案 即是37.818度 除si 15.343度-si 37.818度 那你會選擇到這個pheter是甚麼的 那我們試試吧 cos 35-cos 15.343cos 37.818 除si 15.343除si 37.818 阿康浪費了它 按出來的話你也能夠計到69.301度 那你就會知道其實你自己的part B2是沒有錯的了 老實說如果你可以計到part B2一樣的答案的話 你都很有信心就是你之前所計的全部都是對的 就是這樣啦 我叫做多一個方法給大家在做3D的時候 你都可以查到自己其實是計得對還是錯的 就是這樣啦